县政总质询第二场是由议员李天静提出 针对西宇乡目前十大重大建设以及规划设施 要求县政府加速完成 第一就是塞塞的这边手 因为这边手是说对塞塞很重要 对这些小缓很重要 对这些费量很重要 希望我们管长未来可以继续帮助加速来完成这边手 第二点就是国安这个激光营区 希望以后可以改造养生生活园区 活动公园 让我们这边有一个企业去运动办法当 另外一项就是我们三仙塔可以继续充实 以上几点 希望未来四年 我们管长跟各位局务长 你们多多用心 帮忙我们在塞塞这需要做的工作来完成 所以十点我觉得只要我们这些柯次竹果用心 来那个短时间来 凶曼米尼都可以改划 所以你明年 在这几年 你建议的做不到的 明年 不好意思 米尼 所以你明年赶快 为你的许宇湘再想一想看要做什么 我相信未来的许宇湘 在你承接许岳李议员之后 塞塞湘会发光发亮 没有问题 去乡的乡亲跟你们做报告 好谢谢 记者联合报导